西伯来书第六章 因此,让我们割下论基督的初级教理 而努力向成全的课程迈进 不必再树立基础 就是讲论悔改、死亡的行为 信赖天主 及各种洗礼、覆守、死者复活和永远审判的道理 如果天主准许,我们就这样去做 的确,那些曾一次被光照 尝过天上的恩赐 成了有份于圣神并尝过天主甘美的言语 及未来世代德能的人 如果背弃了正道 再叫他们自心悔改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亲自又把天主子钉在十字架上 公开加以凌辱 就如一块田地 时有雨水降于其上 时受润泽 若出产有益于那种植者的蔬菜 就必蒙受天主的祝福 但若生出荆棘吉林来 就必被废弃 必要受诅咒 他的结局就是焚烧 可是,亲爱的诸位 我们虽这样说 但对你们 我们确信你们将有更好的表现 更尽于救恩 因为天主不是不公义的 甚至于忘掉了你们的善功和爱德 即你们为了他的名 在过去和现在 在服侍圣徒的世上 所表现的爱德 我们只愿你们每一位 表现同样的热心 以达成你们的希望 一直到底 这样,你们不但不会懈怠 而且还会效法那些 因信德和耐心 而继承恩许的人 当天主应许亚巴郎的时候 因为没有一个比天主大 而能指着启示的 就指着自己启示 说 我必多多祝福你 使你的后裔繁多 这样 亚巴郎因耐心等待 而获得了恩许 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 以启示做担保 了结一切争端 为此 天主愿意向继承恩许的人 充分显示自己不可更改的旨意 就以启示来自作担保 好叫我们这些寻求避难所的人 因这两种不可更改的事 在这些事上 天主绝不会撒谎 得到一种强有力的鼓励 去抓住那摆在墓前的希望 我们拿这希望 当作灵魂的安全 而又坚固的毛 深深地抛入账漫的内部 做前驱的耶稣 已为我们进入了那账漫内部 按照墨基色德品味 做了永远的大司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